這一節的新聞首先來關心的是中華職棒 中職今天是進行了兩場補賽 其中統一師跟Lamigo桃園 在桃園球場的對決 師隊派出了羊頭強納身 來對決桃園隊的曾兆豪 對師隊呢 雖然一開賽的時候是取得領先的狀態 但是無法守成 因為五局下的時候 Lamigo一口氣灌進了7分也超前比數 中場Lamigo是以9比6擊敗了統一師隊 取得近8場比賽的第7場勝利 統一師來勢洶洶 一開賽就有攻勢 第4棒指定打擊張泰山 在二雷友人時 敲出了左外野方向的二雷安打 送回壘上隊友 統一先取得點 不過統一知道想要保住龍頭寶座 一分是絕對不夠的 二局上統一攻勢再起 捕手陳俊輝大棒一回 這球留不住了 solo home run 曾兆豪壓制不住獅子大軍的攻擊 接連被敲出安打 這個半局一口氣掉了4分 讓統一取得5比0無限 不過LAMIGO說比賽可沒那麼早結束 原隊二局下先追回1分 五局下一口氣再下6分 朝前師隊 也讓統一先發搶納子恩 這個半局一個人次都沒解決就被打下場 暴力圓打線發揮這個半局打了11個人次 以8比6兩分超前統一 中場LAMIGO就以9比6擊敗統一 拿下了近8場比賽的第7勝 師隊輸球而另外一邊一打以8比5擊敗兄弟 統一的籠統位置都還沒坐熱 又得再度讓出牌頭寶座 雨天TV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